大家好 大龙现在在东台航行区 河北寒郸五安市 大家看我们走这个站道 全部都是这种 悬崖的绝壁站道 我身后就是万丈悬崖 一会儿我们到前面 要拍摄一个电梯 这个电梯非常有特色 它是在山里边山上的电梯 绝壁站道 全市 咱们就在站道上走 哎呦 看 现在我们往前走 还是大概能走40分钟吧 这个东台航行区沿途啊 这种小的悬崖特别多啊 非常刺激 哇 哇美不美 这个景区 这个景区这个台都特别多啊 就是悬崖悬崖上的小台 你看 是你在这上面 看下面的风景啊真的是很好 不过很危险啊大家来的时候注意一点 就在悬崖上 看得越 看我身后大龙现在到了啊 这是他们这个电梯 这个 观光电梯啊这电梯 单独买票是10块钱 特别高 在山顶的一个电梯 我第一次坐啊 咱们感受一下 师傅咱们这个多高电梯 70米高啊 70米高 10块钱 70米高 中间没有停的啊 他主要就是 让游客坐着呗啊 因为不不坐的话 那边有那个楼梯吗 哦要走的是吧 走上那边 有点抖 上去看吧 是啊 我第一次在进去里坐 哇挺快啊 山上的电梯 你要不坐呢 从那边走 我有点抖 啊呀 那边那边路啊 还能坐这个上来 10块钱啊 怎么样电梯 这一层直接到二层啊 二层七十米 你想想 哇看 整个景区四个电梯呢 这只是 大东西做两个了嘛 一个上一个下 从三体 凿出来 然后这样 哎呦 我七十米七十多米高啊 哎这个比刚才上的那个要长 要高多了 哎 哦天 哇这个是真不错啊 这么的一个上电梯一个下电梯 大伦都给大家拍一下 哇这个山上这个风口大啊 哇天 这就是啊这个是确实有点高一点这个 凭那个时间长 给大家看一个即将要倒了的呀 比萨协柱 这就是这个 东泰行最特色的啊 看不看见要倒 要倒但是没倒 这就是奇迹当中的奇迹啊 东泰行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 南天宜柱 上面都长长长草了你看不看见 这只要给上面建个小寺院啥的行 这搭个桥过去是不是挺刺激的 在这个辈子 啊 这就是这个 穿上草草了 那它就能够 穿上草草的 穿上草草的 穿上草草的